主席NCC NCC人事案总统有说谎吗 哎呦我跟你讲 总统说什么谎 他有找你调那个NCC人事案吗 我跟你有谈到NCC 但是没有讲到人事细节 好了好了好了 关于NCC委员的讨论 您有提到说就是 蔡总统有跟柯文哲主席有讨论过 但对此这个总统府是驳斥了 他是表示说 就是你也不在现场 然后当场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您怎么回应 好 我的回应非常简单 请总统府的发言人回去看看 他之前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怎么回应的 我觉得总统府真的是 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形容 我3月14号的时候 我第一次就已经公开讲 在网路媒体上 3月14号 我第一次就讲过 3月22号 有媒体记者来访问我 我再说一次 3月22号的信传媒 就已经登出来了 3月22号的信传媒登出来了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总统府发言人 他们的回应是什么 总统府发言人表示 关于NCC的相关提名作业 蔡总统会与赖副总统充分沟通 依照程序提出适合人选 送交立法院 这个是当初总统府发言人的回应 3月22号的回应 奇怪了 3月22号的时候 我已经公开这样讲 怎么总统府发言人那个时候没有驳斥 我胡说八道 等到什么 等到真的提名的名单 送到立法院以后 引发轩然大波 各界踏伐 甚至民主进步党地院党团 昨天在国会当中 一直在讲 怎么可以按照政党的比例 然后我昨天在国会里面 戳破民进党的假面以后 突然跳出来驳斥 请问总统府你们的 是严重lag吗 是严重lag吗 这个lag也太严重了 真的 大家上面去Google一下 3月22号 信传媒是怎么写的 总统府发言人是怎么回应的 3月22号 请问现在几号 今天几号 5月2号 我真的觉得 总统府发言人 你们hack的太严重了 我讲四个字送给你们 暗中出贡 暗中出贡 我想事情很清楚了 谢谢 还有媒体朋友要提问吗 是中平社 委员不来的时候跟你确认一下细节 因为总统府他是说 你当天不在会面当中吗 那我想跟您问的是 就是 这是不是柯文哲主席 跟您说 你们会面的情况 谢谢 我想 我当初 我再讲一次 暗中出贡 你去看一下3月14号 我在网媒上怎么讲的 3月22号 我在信传媒接受访问的时候 怎么说的 这些全部都是 在总统府突然莫名其妙 雷格了一个多月 以后跳出来突然说没有 操作的手法很简单嘛 当初他们想要用的方式没有办法得逞嘛 没有办法得逞 假面被戳破了以后现在恼羞成怒 出来翻脸 还想要用各方的压力 要我们这边不要再谈 我老实讲 我老实讲 我说话 我负责 总统府发言人 你就简单跟大家讲 你3月22号的时候 你为什么这样回就好了 好 暗中出贡 就是那个案子的暗 重点的重 出贡 第一次的公词 那因为这个我们也有问了这个记者 记者其实也说 其实总统府 在3月份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否认的 太阳星全校克肺有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有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有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这场运作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有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